台中高中生坠楼命案日前征结同性婚姻的部分 检方以未造文书罪起诉了下姓配偶 而高中生的母亲在这个月初再向法院提出婚姻无效之诉 下午在地方法院召开了调解庭 下姓配偶没有出庭 只有律师到场 双方对谈十分钟宣告破局 我先说一下 无意高中生命案召开家事调解庭 同性婚姻虽然召检方以未造文书起诉 赖姓高中生的母亲再提婚姻无效之诉 下姓配偶拒绝出庭 只有律师到场 短短十分钟对谈宣告破局 我们今天没可能去自杀 因为今天不敢来一起做什么生天害理的事情 调解不成立的情况底下 我们接下来还是会就是进行我们的诉讼程序 就是由法官来判断说 到底这个婚姻是有效无效成立不成立 当初检察官以两人结婚前几乎没联络 生活无交集 就连证人也是路上随机找来 认定两人无结婚争议 涉及未造文书假结婚 但有律师认为未造文书和婚姻不存在 基本上是两件事 不见得两人婚姻就不存在 就怕遗产落入别人口袋 赖姓高中生的母亲才会提出民事调节 主张婚姻无效 因为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本来就是两者不同的诉讼 民事诉讼不需要受到刑事诉讼的一个指引和一个牵制 所以说民事诉讼这里 它会不会按照刑事诉讼那边这样走 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各位保证 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是神圣乐观 但即便官司申诉 暗于赖姓高中生的母亲没有台湾身份证 能否顺利脑遗产还有的拼 至于上人最不起诉部分 由于家属人间性儿子不可能自己跳楼 律师以左手言尼将向高分院提出在意 接着我们讲王东山 台中从头